捷运上的座位坐太近了 竟然演变成户殴 来看到北捷龙山寺站 在上个院中 有两个男子爆发肢体冲突 从车厢一路打到了月台边 先动手的这名男子便称说 是因为当时车厢里头 还有其他空位 但对方却故意坐得他很近 导致列车在刹车时 双方的脚碰在一块 才会让他从口角 变成了动手打人 现在经过调解 两个人都决定不提告 但北捷公司也提醒大家了 一有状况 还是要先按铃通报比较好 避免这样的小碰撞 变成了大冲突 捷运车厢内 对于男子跟一旁乘客 发生了口角纠纷 但讲没两句话 他就动手揪着对方的领子 随后两人把车厢当成了擂台 你出拳我动手 即便出了车厢外 还是不罢休 惊动了保全跟远禁 我会跟他落紧 杀线不对的 我会跟他落紧 你不是也要 讲一句话 唐姓男子气冲冲 坚持不跟对方道歉 虽然自己先动手的 但他说是对方先惹他的 就分发生在北捷龙山寺站 上个月中 两名男子坐在同一列车厢 唐姓男子不满 明明还有其他的空位 对方却跟他坐太近 在列车刹车时 脚频频碰触到他 他向对方反应后 对方认为 两人中间已经隔了一个空位 是故意找查吗 双方就从口角变成户殴 而警方进入调解后 他们火气都消了不少 也互不提高 我觉得蛮夸张 就是可能稍微 不舒服的话 可能就稍微提醒一下 对方这样子就可以了 不需要到大岛出手这样子 我觉得小题大做 他小题大做 没有必要因为碰一下 然后动手 上面都有监视器 旁边也都有人 这样搞很尴尬 北捷警察队也统计 光是今年1月 25件的纠纷案件中 碰撞周分就占了9件 约36% 因而也提醒民众 有状况还是先按您通报 免得你碰我 我碰你 最后变成你打我 我在打你 看你可不可以接受 可以啊 没事啊 没事 G9新疆张士奎 台北报道